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文莱的肖像故事画家,黄慧芬 我最近呢,有在学家平台上跟大家分享 说我最新的一个作品呢,就是我人生第一副的历史画 那么我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给我的这个鼓励和支持还有期待 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 有一些朋友问我说,即时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个作品的成果 客户呢,是打算在这个六月接幕 所以我希望到时候呢,就可以和大家分享了 那么今天呢,我又开始了另一幅画 那么这个历史画呢,它会比我之前画的会比较小张一点 可是呢,我在想,我既然现在还不能和大家分享这个作品 那么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个一开始 这个过程是怎么做的 如果喜欢艺术的你看了以后,也想尝试的话 也欢迎大家来尝试 那么我们就大家互相交流 有时候呢,我会在这个脑海里面有了一些构图,一些构思 然后呢,我会在很轻松的情况下,就把它构图出来 那么通常呢,我这个构图呢,是很潦草的 就非常的潦草 不过我就是想把脑海里的这个画面 最接近的那一刻,把它画下来 把它留下来 第一个步骤就是,草图已经完成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 在这个 画板上 就开始 创作比较这个细致的画作了 那么我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怎么做吧 避免这块板呢,它会滑弱的话 像这样,如果工作的时候,它突然间滑弱的话 那还会伤到我们本身 所以呢,我通常呢,都是会先用一块布来垫着 这样垫着 那么画画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不受伤 当我把草稿都黏在这个画板上的时候呢 在我创作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放松了 因为我要的所有的点子都呈现在这个画板上 所以,对我来说,我真的是没有其他的顾虑的 我就是专注的,专心的画画就可以了 那么就这样子粘好了以后呢 我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可以开始画画了 不过在画画之前呢,我还是要确定一下 这个作姿,作画的时候 我是可以这个停止这个背部的 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了 这个我工作过程的最重要的两个步骤 虽然看是简单,可是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如果是爱画画的你,还没有这样尝试的话 希望你们尝试了会喜欢 如果是你们没有画画,不过看了以后觉得受益的话 也可以和是个喜欢画画的家人朋友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也祝大家一个愉快的一天 还有如果你创作的话,祝你创作愉快 那么我也开始创作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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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